红杭华峰街7-8号行风楼顶楼天台屋昨晚发生火警 龙眼冲天 更加一度传出爆声 其间一个印度汉毁了保命 爬出窗外成功跳过近3米外的 毗轮另一栋大厦天台逃生 无受伤 居民男子事后在场协助警员调查 35岁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度男子表摄 回想逃生一刻 甚至如跪 他说当时由8楼的住所爬出窗外 再跳过2米几日距离到鄰近大厦天台 他说当时火势蔓延过来 感到气温升高 很热 龙眼亦开始拥入 唯有冒险拼一拼 跳去旁边大厦保命 成功保命后 今早早他亦已返回现场清理 屋内有积水 天花板亦有被昏黑 他说自己是在尚指独居 火警发生于昨晚11点 由多个街坊报警 消防到场約30分钟后将火构式 超过20个居民自行疏散至到安全位置 涉事大厦白岛天台有3间天台屋 消息指现场发现有4处火头 怀疑是梯间的杂物首先起火